即將落發出巨大引擎聲 接著就看到黑黃白塗裝的 韓國T50高校機 帥氣機身出現在畫面上 過近高雄小港機場 也讓軍事航空迷一早就來報到 昨天就先下來了 或桃園下來 機械是大概六點半起床 然後七點出門 那塗裝滿漂亮的 那個黑色黃色的 人手一台大炮對準T50猛拍 自備板凳高台 搶拍難得畫面 每每過近台灣總引發關注 除了它機身上帥氣塗裝 還有素有縮小版IDF 經國號的稱號 在韓國在研發T50的時候 把我們中科院 還有漢翔的一些工程師 挖了一百多個過去 它的整個外型結構 基本上跟我們的IDF 是一樣的 我國的IDF經國號 輕型戰鬥機分 單人或雙人座 最高時速2000多公里 而T50看起來 就是把IDF縮短機身 拉長機翼 時速最高可達1838公里 確認它的目的地是澳洲航站 就像我們中華民國空軍的 雷虎小組一樣 對 我就是做飛行的特技表演 睽違五個月 在過境高雄 原來是韓國的空軍 黑鷹特技飛行表演隊 收邀參加澳洲阿瓦龍航空展 總共9架4T50級1架C13動運輸機 降落高雄小港機場 整補加油 預計21號飛抵澳洲 進行飛行特技演出 16號就先在台灣 刮起旋風 靜新文 謝嘉玲 杜映傑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